大家好,我是龍君儀 今天代表Major Concern 1 Academic Domain 和大家做一個e-learning的小小分享 介紹一個軟件叫做Mentimeter 在開始之前就讓大家知道這段影片的內容先 第一就是一個簡單的介紹關於Mentimeter這個軟件 第二就是展示Mentimeter可以做到什麼功能 最後就是一個總結 在開始分享之前都先戴著頭盔 今天的分享其實是最近在網上接觸到這個軟件 試過一些功能覺得很好用 希望可以幫助大家在課堂上實踐e-learning 並不是一個很完美或者很完整的講解 希望大家都多多包涵 Mentimeter的介面和PowerPoint其實很相似 不過它們不同的地方就是Mentimeter是一個互動性很高的軟件 如果你想和你的學生或者你的觀眾有一些即時的互動 那你就可以透過它不同的features設立一些題目去收集觀眾或者學生的即時反應 在Mentimeter這個軟件除了可以顯示一些文字資料之外 我們也可以加插一些問題去瞭解學生的即時反應 這裏有一條Multiple choice的題目 同學需要去到www.menti.com 然後輸入這個軟件 我們現在看看學生的介面是怎樣的 我們來到menti.com 然後輸入剛才的軟件 應該是64913317 這個就是同學iPad或者手機上看到的版面 會有剛才的題目和三個選項 提交了之後 在老師的螢光幕 我們就會看到 有一位同學作答了 yes 這個答案 yes 接著有另一位同學答了no 這個bar上面可以用數字去表示人數 亦都可以用percentage 而在右下角我們就可以看到 總共提交了答案的學生人數 現在介紹的這種題目就是ranking 有五個選項給大家排次序 而學生看到的畫面就是螢光幕右邊 這樣 那他們選了他們的first choice之後 然後就會出現下一個box 選擇second choice 然後呢 剩下三個選項 就是第三 第四 第四 和第五位 選到最後一個就不會再有新的box彈出來的了 好 那在我們的螢光幕看到的就是 排第一位那條bar就會最長 而第五位那條bar就會最短 顯示同學的那個選擇 那個preference 那如果第二位同學 有其他的選擇的時候又會怎樣呢 我們試一試 那大家就會見到 那在個次序上面呢 就會有一些的調動了 那所以呢 這一個的展示模式呢 其實是幾 給大家看到那個即時的反應的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還可以在我們的題目旁邊 加一些相片 去增加吸引度的 那現在呢 就是顯示了相片的一部分 如果我們想看完整張相片的話呢 就可以按S to show image 就是這樣啦 按S呢 又會是收回這張相片 出回同學的答案 除了有特定答案的題目之外呢 我們都可以利用Mentimeter 一個功能叫做 Word Cloud 去給同學發表他們的意見 那 每一個題目呢 老師可以設定 同學可以給幾多個答案出來的 那我們現在看看同學的介面先 那在這題目呢 我就 設定了每位同學是可以提交三個答案的 那 即使他們呢 是提交少過三個 其實都沒有問題的 當同學提交了之後呢 在老師的版面呢 就會出現了 他打的那兩個字 那 如果有更加多的同學 想知道關於Mentimeter的 功能 那他們 亦都去打這個字的時候呢 大家就會 看到 在螢光幕那裡 FUNCTIONS 這個字呢 就會變大了 即是代表呢 很多同學都是 有同一樣的這個答案 那現在呢 我按T這個按鈕呢 模擬一下呢 當我們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答案 出現的時候呢 畫面會變成怎樣 大家看到呢 那些字呢 就是不停地變大變小 因為呢 是根據同學所輸入的答案 還有呢 看到那個畫面呢 是比較 抹潑的 那這個也是 Mentimeter其中一個 最 有特色的 題型 叫做Word Cloud 除了Word Cloud之外呢 Open-ended 這種題型呢 亦都可以給 你們的學生 或者觀眾呢 去發表自己的意見 可以是打一些字 那Open-ended這種呢 可以 答案可以比較長一些 大家看到這裡有一條題目 那 而學生看到的畫面呢 就會是這樣的 他們可以有250個字母 去表達他的想法 希望大家覺得這個workshop是有用啦 那當我打了之後呢 在螢光幕呢 就會顯示到 這個同學 的答案 那然後第二個 第三個 就一直這樣排出來的 螢光幕看到這種的題目呢 叫做Scale 那什麼時候會適用呢 我想應該是課堂完結的時候 或者當我們教完一個單元 我們想了解一下 學生是 能不能夠掌握到這個單元的知識 我們呢 就可以 給一些句子 看一下他認不認同 那學生的版面呢 就是這樣的 那他們呢 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 去 選擇的數字 一呢 就是代表 Strongly Disagree 五呢 就是Strongly Agree 那同學呢 也都不需要每題題目答完 他可以選擇 skip一些題目的 當同學提交了之後呢 我們就會見到 這個圖上面呢 就出現了一些數字 那他也有一個curve 顯示了出來的 那 那 變成呢 可以讓大家看到一些 facial 的影像 那 如果當更加多同學 是 答的時候呢 呢 畫面呢 也都會 有不同 那 那些數字呢 就會一直在轉的 我們有時候呢 都會想給一些quiz同學的 那 為了增加那個刺激性呢 那我們可以選擇 這裡有個quiz competition 那 我預先呢 已經打了一條題目 還有呢 是 有三個答案 那其中呢 只有一個是正確的 那 當我們 將這個畫面 present給同學的時候呢 他們見到的呢 就是 這樣的 首先 他們需要呢 是打自己的名字 去參與這個qu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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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這裡有一位同學 加入了 那 另外呢 在 另外一部iPad裡面 有另外一位同學 對 然後 總共是有三位 好 這個小測呢 是計時的喔 那我呢 就set了20秒 那 同學要在20秒之內呢 就限時作答 如果過了時的話呢 那他們就 是 沒有分的了 那 好了 總共呢 有三位同學 作答了 就只有一位呢 是答對的而已 那這個quiz呢 其實跟之前那些 multiple choice 有些什麼不同呢 那當然我們可以 是set很多條題目啦 當所有的問題問完之後呢 最後呢 可以顯示一個 叫做leader board 的畫面 那我們就見到 哪一位同學呢 是得到最高的分數 對啦 哪一位同學是最快 對啦 那這個呢 就 有一個 就是 比賽的感覺 如果大家對 Mentimeter有興趣的話呢 那我們現在就 和大家一起去 試一下操作啦 那首先呢 去到 mentimeter.com 那如果你沒有account的話呢 你就 sign up 一個free account 可以用回你們的 google帳戶啦 填寫一些簡單的資料 就可以 sign up的啦 那由於呢 我已經有account 那所以呢 我就去回 login那裡 login了 進來之後呢 你就按這個 new presentation 就開始製作你的 presentation啦 那幫你改回個名字先 譬如是 presentation1 那你會見到是什麼都沒有的 如果你本身呢 是有一些powerpoint的話呢 那你其實可以用這個 import的function 去找回你的powerpoint 上載回上去 那你就可以節省一些功夫了 那我這裡呢 就沒有powerpoint 我用回剛才 我已經做好了的那個 檔案 就是這樣啦 那呢 我們在右邊這裡呢 可以選擇slide type的 那其實是有幾大類的 如果和powerpoint近似的 你可以選擇這些heading paragraph bullets 那都是打字的 或者image 可以上載一些圖片 document 甚至是video 我剛才給大家看的這一張呢 就是屬於heading 那這一張呢 就是bullets 那其實呢 都很簡單的 它每一個提形呢 都會有些box 給你呢 去打回你想出現的字 也都有一個地方呢 可以讓你選一些合適的image 那還有有一些額外的功能 譬如你是不是想show 所有的bullet point 還是逐個逐個出現 那同一時間呢 就有一個function 叫做reactions 就是你的觀眾呢 可以給一些心心啊 給like你的 那這個也是 為什麼我們說 mentimeter是一個 互動的presentation 原因之一 至於呢 set題目那裡 我們都在slide type的選擇 那剛才和大家介紹過 最受歡迎的幾種題型 multiple choice word cloud open ended scales ranking 都是在這裡選擇的 那我們看看 例如multiple choice 在空格那裡打你的題目 然後選擇option 那其實呢 它還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在option那裡 去加一些圖畫 或者是那些gif檔 那當顯示過結果的時候呢 那當顯示過結果的時候呢 你可以選擇是用bar chart的形式啦 或者是donut pie 或者是dots的 那你也可以選是 show correct answers show percentage show percentage 還有呢 還有呢 給不給你的觀眾 是選多過一個option word cloud的製作呢 都是很簡單的 那你只需要打一條題目 然後你就 set你想給每一個的觀眾 是有多少個entry multiple choice ranking 其實大家都見到呢 它操作的時候呢 是很簡單的 全部都是呢 在那些格仔那裡 打回你的題目 和option 那就可以的了 至於製作quiz呢 我們都是在這裡 那它是屬於quiz competition 這個類型的 那我剛才示範給大家看的那種呢 是叫做select answer 那有另外一種呢 叫做type answer的 大家都可以試一下 那我們先看看select answer 那這裡呢 就是打你的題目 和答案 那也可以加一些圖像 那剛才說過 這個可以呢 設定給同學有多少時間去作答的 亦都可以加上音樂 那而 最有趣的地方呢 就是當你呢 設定了這個slide 是個quiz的時候呢 它就會自動 generate 一張slide出來 就是那個leader board 那你都可以選擇 不要這個leader board的 如果你不想要的話呢 就在最底這裡 按remove leader board 這樣呢 就沒有了 剛才那個slide的了 那如果你想要的話 就加回去 那它就出現了 那當同學答了問題 我們就會看到 哪個同學是領先 其實呢 也是挺緊張刺激的 這個功能 剛才我們介紹的 都是Mentimeter 一些比較常用的功能 和提形 其實呢 它還有很多很多的 題目呢 可以給大家選擇的 那大家呢 都可以去自己探索一下 那另外呢 都想說回 我們如果回到外面呢 除了presentation之外呢 其實Mentimeter也提供了一些templates 給大家的 有些呢 有些呢 是適合 我們多些的 譬如education 類型的 那它甚至乎呢 是有些是分科目的 的 譬如history Science Geography Mathematics Languages 那另外一些呢 就是跟測考有關的 assessment 或者quiz 那希望這些templates呢 都可以幫大家 你們想去做一些presentation 或者做一些quiz的時候呢 可以看一下 有沒有一些有用的材料 是適合你們的 來到這裡做一個小小的總結啦 那今天呢 我們在影片那裡分享的呢 只不過是Mentimeter的 最基本 但也是最常用的功能 當然其實它還有很多很多 更加高階的功能 我們都不能夠在這段影片 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和大家全部介紹完 那如果大家有機會去運用這個軟件 而又找到一些好用的功能呢 歡迎和我們去分享 那如果當中有些什麼的錯漏呢 請大家多多包涵啦 那最後啦 那想說回就是 希望我們透過這個軟件呢 可以讓大家知道 課堂裡面如果想增加同學生的互動 可以嘗試一下用一些e-learning的軟件啦 那而Mentimeter呢 可以讓同學他們去發表自己的意見 又不需要呢 是知道哪一位同學去作答 讓他們呢更加勇於去發言 那老師呢 那老師呢 也可以在課上呢 知道他們的即時反應 那今天呢 我們Major Concern 1 Academic Domain的分享呢 就來到這裡啦 多謝各位